一个新兴帮会 竟敢对本地最大黑帮东川帮动手 使其死伤数十人 老大崔武镇得知此事心中大怒 没想到当年一个不入流的手下已成了大气候 真后悔当初没将阿江给灭了 现在要对付他已然不容易 崔武镇下了风口令 不向警方透露一点消息 他要让阿江血债血肠 在东川帮的葬礼上 基督署组长老江不请自来 他盯着崔武镇已长达十年 却未能将其捉捕归案 心里早已憋着一口恶气 他出言讽刺崔武镇 一条狗如果没有跟对主人 只能横死街头 崔武镇也不甘示弱 像你这种无能之人 如果在我们的圈子早已死了好几回 两人话不对话 崔武镇不想再理会老江 也不提供任何信息 不久 阿道等人通过行车记录查到了阿江 智友上前一看 马上辨认出此人 四年前 阿江曾在训练基地被智友打败 他怀恨在心 偷偷给智友下了药 让他险些失神 因为此事 阿江被崔武镇一刀毁容 现在薪酬加上旧恨 这笔账 智友迟早要算 同时 老江也认出了阿江 虽然他不知道四年前 阿江为何被逐出东川帮 但这次 阿江彻底激怒了崔武镇 双方一场大战无法避免 到时 警方便可隔岸观火 左手余力 想到此处老江洗上心头 准备再往上加把火 于是下令放了抓获的毒贩芒果 这人与崔武镇和阿江都有来往 到时崔武镇便可通过芒果找到阿江 随后老江又说 东川帮内部出现了问题 有人想倒戈头向警方 自己现在就去见一见这人 智友不知是计 转身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崔武镇 因为他正是崔武镇安插在警方的卧底 晚上十点 智友跟踪老江来到一个路口 只见一辆轿车停在前方不远处 为了看得更加清楚 智友准备上天桥拍下照片 不料阿道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此时智友醒悟过来 自己中了老江圈套 他转身想跑 却被阿道扑倒在地 骄傲取下头盔看看他的真面目 智友挣扎纠缠 翻身下楼 骑上摩托从轿车旁经过 而车中之人竟是东川邦尔当家阿泰 难道他就是叛徒 回到家中 智友对崔武镇如实相告 自己中了圈套 但在现场他却看到了阿泰 一听此话 崔武镇心中一凉 他是东川邦老大 难道就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原来智友和阿泰中了老江一山二鸟之计 在早些时候 阿泰发现车上放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想知道阿江的下落 晚上十一点公园门口见 阿泰没有多想 如约来到公园门口 这就有了智友所看到的一切 同时 老江和阿道也怀疑智友就是东川邦的卧底 但也是没有真凭实据 智友来到警局当卧底 就是为了查出杀死自己父亲的凶手 而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老江 第二天 智友腰中藏刀来到鉴定中心 此时那把杀死父亲的手枪 也有了分析结果 根据上面的编号 这把枪属于一名叫宋军寿的警员 但这人在十年前已经死了 所以这把枪也只有老江保管 智友拿着手枪找到老江 故意问起宋军寿是谁 同时摸刀在手 随时准备刺向老江 而老江没有丝毫隐瞒 说宋军寿曾是自己手下 在十年前被东川邦的人杀害 就在这时 阿道推门而入 智友没了动手的机会 不过现在他开始有些动摇 为什么这时 崔武正从未向自己提过 于是智友找到崔武正 追问这把枪的来路 东川邦是不是真的杀过一名警察 崔武正异口否认 现在警枪已被发现 老江肯定会找各种借口 掩盖自己行凶的事实 还让智友别上了他的当 崔武正是父亲的生死兄弟 也是自己复仇路上的坚强后盾 智友对他自然深信不疑 所以他打算先帮崔武正找到阿江 第二天便四处打听阿江的下落 结果队长阿道早已怀疑智友 一直在后秘密跟踪 在一个车库中 阿道更是直接坐进了智友的车中 智友必无可避 只得说出自己在跟踪芒果 追查阿江下落 这时芒果突然现身 二人不再多话一路未遂 不久芒果来到一个废弃停车场 阿道和智友则从另一边率先上楼监视 其实阿道并不想怀疑智友 他看过智友资料 得知他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而父亲正是一名吸毒人员 也许智友正是想用自己的方式 将毒贩绳之以法 时间不大 又一辆车子驶入了停车场 下来的正是阿江 二人交易完毕 芒果马上去车离开 而阿江却对着大楼比了个手势 很显然 阿道和智友已经暴露 出话间 锦名打手已经冲出 二人拼死抵抗 但却寡不敌众 不久便被生擒 原来阿江从赌场的监控认出了智友 于是设下这个陷阱 请君入梦 其实他也没想到 智友扬身一变 仅成了一名警察 而阿江设下的局并不止于此 在另一条巷子中 崔武镇又来到了那家熟悉的小酒馆 但他一进门 便发现气氛不对 一股杀气扑面而来 崔武镇淡定坐下 掏出一张钞票 让店主婆婆去帮自己去买包烟 他知道 这里马上将会有一场大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